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父母都是非常普通的职工 并且长相也是很普通 但李莹爱就像是中了基因彩票一样 贴身就非常的亮丽 所以在上学的时候 李莹爱就一直成为了学校当中非常吸睛的存在 之后就因为形象非常的亮丽 在15岁的时候 李莹爱便被星探看中 早晚将其带入模特节当中 担任了Junior杂志的封面模特 当时的李莹爱不仅容貌非常的出色 而且随着不断的成长 身材也是越发的出色 甚至很多人都说她跟当时的著名韩星 沈银河非常的相似 所以被译为了小沈银河 在模特的发展生涯当中 林莹爱还和刘德华一同合作一条巧克力广告 在当时的模特界中已经有了一些的名气 不过之后林莹爱便回到了学校当中 开始研究所学习演绎的一些理论知识 经过了五年会后 才选择再度复出 凭借一部JSA安全地带而再度复出 并且当时林莹爱也和李炳线这位出色的演员进行了合作 之后便逐渐的在韩国影视圈当中发展了起来 其第二部作品就是直接登纲了女主的《春世》 凭借这部电影作品让林莹爱在韩六中也有了一些的名气 但是让林莹爱正式成名的时候 却还要晚上几年的时间 不过早期的林莹爱是一直凭借出色的形象以及演技 不断地被观众们所认可着 并且之后 并成功地凭借出色的演技以及形象 在国内也有了很不错的名气 下面就和咔咔继续看一下林莹爱当初的高光时刻吧 在2001年的时候 林莹爱和李人表等人一同合作了一部火花电视剧作品 并且这部电视剧也成功地在台湾当中播出 为当时的林莹爱在国内计算了一些的知名度 但是让林莹爱正式地在整个亚洲成名的时候 并是在2003年播出的一部古装韩剧作品《大长金》 这部作品在当时韩国的收视率一直保持在了50%左右 就相当于当初《环珠格格》在国内的火爆成都 《大长金》同样是成为了当初在韩国当中最受欢迎的一部剧集作品了 并且之后这部剧也是逐渐地传到了国内当中 虽然当时林莹爱在国内还没有多少的名气 但每一位看过《大长金》的观众都会对林莹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当时开始林莹爱便正式地在整个亚洲里面成名了起来 并且徐昌金这个角色也是被林莹爱非常完美地诠释了出来 其形象是非常的活灵活现 但是却不是那种大家熟悉的傻白甜 所以这个角色也成为了林莹爱在演艺生涯当中 所表现的最为成功的一个角色了 所以林莹爱也正式地开始成名了起来 之后林莹爱就主演了《亲切的金字》这部电影作品 在电影当中 林莹爱凭借出色的演技获得了韩国《青龙奖》当中的最佳营业员的奖项 开始正式地在寒流中隶俗 不过之后因为林莹爱结婚的原因 所以她便逐渐在当时退出了娱乐圈当中 开始在汉阳大学的研究声乐 戏剧电影中的博士课程里面进行学习 而这一退出就是将近十年的时间 直到18年的时候 林莹爱才凭借客串的《我的ID是江南美人》而再度付出 并且近几年当中 林莹爱的资源也是越来越出色 今年的一部剧景音 也是让林莹爱再度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成为了很多人非常喜爱的一位演员 但是林莹爱当初最为出彩的地方 除了大场景之外 就是她的那段恋情消息了 因为林莹爱的恋情 真的比剧本的构造还要精彩了 其实要说缘分也是非常的巧妙 在当初林莹爱出道的时候 就被大家意为了小沈银河 在恋情上面 同样是和沈银河有着很大的关系 那就是林莹爱和沈银河的未婚夫结婚了 沈银河这位在90年代中的顶流寒流演员 当初有着杀与情仇 青春的陷阱等一些的有选修作品出演 在98年的时候 早已成名的沈银河在拍摄 《爱的知己》这部作品的时候 邂逅了郑豪勇 并且当时便和她走到了一起当中 虽然当时两人的恋情始终遭遇了 沈银河父母的反对 但是沈银河却通过了离家出走 而迫使自己的父母同意了这一场婚事 并且两人远定于在01年的 9月23号正式的举行婚礼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在婚礼之前沈银河却直接毁婚 当时其对外称自己毁婚的原因 是因为郑豪勇谎报了自己的年龄 并且她父母不断的施压 所以两人之间便宣告了结束 而之后就是 郑豪勇和李莹爱秘密结婚的消息爆出 还有在10年的时候 两人一同观看职业篮球赛的消息 当时两人的感情爆出之后 很多人都说 李莹爱所有的东西都是捡了沈银河不要的 因为当初李莹爱的第一部作品 据说就是沈银河拒绝的 并且之后还和沈银河的未婚夫走到了一起 而李莹爱和郑豪勇相差了8岁 其中人也是感觉 李莹爱应该是一时冲动选择的结婚 但是李莹爱也是当即表示 自己和郑豪勇已经相爱了10年 但是当时距离沈银河逃婚 才过去了8年的时间 所以李莹爱的这句话 不是变相地承认自己当初是单过小三吗 拼仅她这么说 是和郑豪勇一同走过了10年的时间 但是在之前的10年里面 李莹爱还和车胜源爆出了恋情的消息 并且在两人分手之后 车胜源一时表示 因为李莹爱的名气太大 让自己有很多的压力 不过当时两人在一起的时间段 却还处于了车胜源隐婚时间段当中 所以这段感情的爆出 也是让许多人感觉十分的迷惑 到底李莹爱这一段恋情是有多复杂呢 一段隐婚恋爱的消息 就直接侵涉出了4个人 并且众人之间的关系 还真的是挺复杂的 不过她老公是韩国防卫产业大佬 在韩美都是黑白两刀横着走的人物 这背景给财阀几个胆都不甘弱 所以李莹爱放着小鲜肉不找 非要找郑豪勇是有她道理的 李莹爱父母都是普通职工 所以她深知 嫁个好老公的重要性 虽然李莹爱赚的也不少 但是和郑豪勇这种美籍寒意相比 也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所以不要再问郑豪勇不年轻还不帅 南韩神言为何跟她十年非她不嫁了 问就是真爱无语 她嫁入豪勇的第一件事就是被孕 奈何全球运来的各种名贵食材伺候着 她还是迟迟怀不上 一直到婚后的第三年 40岁高龄 她冒着风险才成功涉陷队龙凤胎 她原本以为能就此甩手 安心做豪勇扩胎 却没想到这边人还有一盘大气等着她呢 白衣豪勇扩胎还得亲自赚钱养家糊口 林莹跟了她的霸道总裁十年 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不堪的结局 她老公公司只要差钱 她就会把林莹撵出去赚钱 这事要搁在别人身上 早就舍脸了不干了 但是林莹和老公却还是一副恩爱的样子 正好用希望林莹叫她哥哥 林莹却总是喊她总裁先生 她还是会乖乖的出门拍戏实力就服 虽然现在林莹的明信也不如之前了 被很多新生代的寒流鼎流 给占据了绝大多数的资源 但不得不说 林莹还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演员 即便是时隔多年还是凭借出色的演技被大家认可 希望之后还能继续看到关于林莹更多的新作品吧 林莹在当初的出道的过程中 还有着氧气美女的称号 因为很多人在和她相处的过程中 会感觉她就像氧气一样非常的自然清新 并且14年的时候 林莹还走成了温宜斯电影节的红毯当中 成为了世界中认知度非常高的一位亚洲美女 她那婉约大气的形象加上明朗的笑容 同样是深深的刻画在了大家的心中 并且林莹所带给寒流中的两个印象 也是让其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艺人 来不断的引领后人 那就是坚持原则和充满爱心 这两点虽然看起来简单 但真的很少有寒星在当时能够做到 所以即便当初林莹的恋情非常的复杂 但是至少林莹还是收获了自己的幸福 并且她的演技实力也是不断的被认可着 其实这就足够了 好了 今天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